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周一是胸部和背部 然后周二是肩部和腿部 然后周三开始又是一个三天的循环 二头三头 周四是胸部和背部 然后周五是肩部和腿部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在这样的一个增肌期之内呢 每一周你的训练都是有效的 而且每一天你的这一部分的肌肉 都是可以被完整的很有效的刺激到 那么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是说 如果说你想在增肌期里面 让你的肌肉有一个很快速的增长的话 一定是每周这一部分的肌肉 要被练到两到三次以上 才可以有一个最好的效果 这是我们在巴黎选择过的第二家健身房 也是一家连锁品牌 原先的健身房离家也就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但是因为门店装修升级改造 所以我们被通知在装修期间 可以选择品牌旗下的其他门店继续训练 这也就是我们选择连锁品牌的好处 不会因为一家门店的装修 而影响你的整个训练计划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家门店 有一扇特别大特别大特别大的落地窗 可以让你一边训练一边看巴黎的街景 因为在寸土寸金的巴黎 很大一部分健身房都是在室内或者是地下 很难见到这么感动人的一扇窗 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巴黎健身房的设置 因为我没有在国内见过身 所以对国内情况没有发言权 但是在巴黎很多连锁品牌都会把健身房 根据地理位置设置成不同的主题门店 其实也就是分成了不同的档次 根据不同档次的健身房 再去配置不同的设备 然后再去收取不同的会员费 我的手臂训练日基本上都会保持在8-10个动作左右 只是作为一个健身爱好者来说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手臂的肌肉分成二头肌和三头肌两大部分 我一般在手臂训练日会把所有的训练组都设计成超级组 一组二头肌动作加一组三头肌动作作为一个超级组来做 因为二三头肌本身就是小肌群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二三头肌充分的充血 重组以达到最好的训练效果 之前有人问过我说 这么大量的超级组会不会影响动作效果 我后来回忆了一下 其实最开始采用超级组训练二三头肌的时候 确实会因为训练量大而坚持不下来 但是两周以后 当身体适应了这样强度的时候 这样训练的好处也就显而易见了 我在使用哑铃训练二三头肌的时候 比较喜欢采用坐姿来训练 和站姿相比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健身的人都知道相同的动作相同的重量 一旦变成坐姿 它的困难指数基本上都是成倍的增加 因为采用坐姿可以完全杜绝下身的借力 如果说二三头肌训练本身就是孤立训练的话 采用坐姿相当于一种加强版的孤立动作训练 从我的训练经验来看 在保证动作正确的情况下 训练效果也是成倍的增加 那么最后我想说一下好多人都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 我在国内的健身论坛也见到过 在欧美的论坛也有很多人在讨论 那就是到底要不要单独训练二三头肌 他们的理论依据是握推可以练三头 拉背可以练二头 那为什么还要花时间练手臂 多花点时间练练胸练练背就好了 我个人健身只有七个月 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实在是个新手 但是我也曾经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来实践大家所说的 推胸练三头拉背练二头的这个方法 结果就是当我每周有单独的二三头肌训练日的时候 我的握推重量可以保证每个月会有五公斤左右的增长 虽然两者不见得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但是当我一个月没有单独训练手臂 只是靠复合动作来维持手臂力量时 我的握推重量不但没有增长 反而在做75%最大重量组时有非常吃力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手臂需不需要单独训练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争议的问题 就是两个字 需要 不管你是进行健美 还是进行crossfit这样的综合功能性训练 手臂的力量基础都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手臂力量对于很多动作来说都是力不从心的 还有一点 我也试过将三头肌训练孤立出来放到胸部训练日来 在全部胸部动作做完之后 立刻来做四到五组的三头训练 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胸部训练之后 我们的三头肌已经处于完全充血的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省去手臂的热身组 直接进去最大重量区间 而且这样也可以很大程度的增加我们手臂肌肉的耐力 那么这一期的vlog就是这样 下一期我会教大家做第二个汉堡 我们下期再见